DUF人物简介,泰州赶艳良徐振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副总设计是,1998年度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大地测量学家,相关观测抗产估计系列理论体系和曾适应抗产导航定位理论体系的者, 主持完成了2000中国GPS大地控制网数据处理工程,和全国天文大地网与空间网联合平差工程,使我国国家大地控制网及相应坐标系统步入国际先进行列,杨元喜在江燕珍湖接受记者专访,端午前细,一年刚过吧,却已是杨元喜今年的第三次回乡, 前两次,一次是带着三位企业家,来泰州寻求合作机会,另一次是精灵结回老家记组,而这一次则是参加江燕区,举办的首届江燕人才日,虽然工作很忙,但只要家乡有需要,我一定抽时间回来。 这样的话,杨元喜在采访中屡次提及,1977年经历命运转折,1956年,杨元喜出生在江燕区良学镇双敦村,父亲是残疾君子,母亲体弱多病,家中兄弟姐妹亲人,她排好老三,童年生活十分贫寒,为了增加收入,杨元喜每天上学前,都要和姐弟们一起到外面十分,正公分。 冬天,没有邪,他们经常光脚上学,过年,生产队里翻天花生,也要拿去换钱交学费,在杨元喜记忆里,乡村小学的校舍是低矮的茅草屋,没有课桌,每个人自己带桌椅,一个教室里做了三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大家轮流听课,由于家里穷,有意学期交不起课本钱,杨元喜就在过道里旁天。 但她的美门功课都很优秀,是班上的学霸,家乡虽然穷,但孙时重文,杨元喜至今记得,在梁时中学上学史,一位老师曾说过的一句话,中国发展离不开知识,而一个人没有知识,就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她还记得村里有位小学老师,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全村的老老少少都尊称她为先生,我人生最初的理想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那就是希望以后也能当一名老师,哪怕是最基层的教书将。 杨元喜笑着说,下转03版,上街01版读高中时,她曾加入过乡村扫盲队伍,当了一段时间的扫盲先生,到农民家里教他们识字。 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特别的经历,能够把知识传递下去,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杨元喜说,1977年,对于农家王杨元喜来说,是命运转折的一个特殊的年份。 那一年的12月,中断10年的高考恢复,全国500多万青年走进考场,21岁的杨元喜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这一次高考, 我应该也不会走到今天,杨元喜感慨地说,那年,杨元喜已接近满分的成绩,进入郑州测绘学院,学习大地测量和卫星导航,迈开她研究事业的第一步,2000年北斗导航者。 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杨元喜毕业留校当老师,并先后留学美国、德国,获得学界著名的红包奖学金,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也成为学院里第一个只用两年时间就从讲师升为副教授,又用两年时间从副教授进升教授的老师。 杨元喜的研究方向是大地测量学,当时美国已经有了GPS测量。 中国大地测量仍然只能使用光学金尾仪,倘着沉重的仪器爬上爬下,一颗种子在杨元喜心中扎下了根,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他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北斗导航。 2000年,我国建成北斗导航试验系统,成为晋美,而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在这支研发团队中,杨元喜担任副总设计师,成为我国北斗导航业导航者。 研制过程并非一帆风水,杨元喜带领其他科学家一起扬长地短,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在特色上下足功夫。 杨元喜说,北斗导航系统已成功逆用于测绘,电线,水利,渔业,交通运输,森林防火,减灾救灾和公共安全等诸多领域。 特别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温差抗争就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智能手机靠他来精准定位,车在导航选出最佳路线,不想单车用他来解决乱行乱方的问题。 生活中,我们越来越离不开北斗导航。 2007年院士新系家乡,2007年,杨元喜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感慨,老家的发展是自己心里最坚挂的事,他迫切地想为家乡做一点实质性的贡献。 这一两年,杨元喜多次带着企业家来家乡寻求合作机会,去年,他还加入了家乡政府的交流群,实施关注家乡发展,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泰州,依水而聚,水晶树绿,云白天兰,水城水香,随处都张写着水绿交融生态美地美景。 杨元喜说,此外,咱们泰州历来很重视教育,泰州地区教育有很好的基础,对人财的野心也很重视。 这对于我们泰州地区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都是很重要的。 平时不少导航企业想请我担任顾问,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说,要是你到我的老家泰州去落地,我愿意无条件给你当顾问。 离开家乡近半个世纪,杨元喜至今还保留着一口相依。 她笑着说,当了这么多年教授,教了这么多学生,自己说的却还是一口泰州普通话,和口音一样,她的味也是种种爱家乡的饮食。 她常常让我烧仙子粥给她吃,说是小时候常喝的,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杨元喜的夫人说,自己还特地去学了,煮好之后怕她尝尝,没想到还被她批评。 她对工作十分投入,说我一遍遍喊她很烦的,而且仙子粥不能喝热的,一定要放凉了喝下去才输她。 如今,说起对仙子粥的这份钟爱,杨元喜感慨地说,这都是家乡的饮食风俗,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印记,离家在旧也忘不了。 这次回乡,杨元喜的夫人总算长,到了老爸嘴边的这道家乡位,仙子粥。 回去我再试着主主看,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